出入自由嘛 就是会有人来监视啊 或者是怎么样嘛 为什么会有人监视 都很自由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未说过 写过任何人性情话 这一点是要非常强调情绪 你再想想彭帅这个案件 彭帅强奸了张高丽 现在你没发现的问题吗 是彭帅又奸了张高丽 在谈话当中说 彭帅你是图谋了张高丽的权利的 他是帮了你忙的 帮你爸你妈搞了生意 帮你赚了钱了 你有利益之心 试图说乎让彭帅说 是我诱惑张高丽 最后是彭帅坚决不干 说我只接受 我不是被性侵我自愿的 我不能说我又奸了张高丽 道一圈山直接习近平 韩正栗战书亲的热门 大家去想想这个运动 你想想郝海东先生 遭有没必要在国内干这个事 我估计常委全出来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战友大家好 郝董总早 小叶姐早 郝董总好 所有战友好 齐花田好 各位战友大家好 飞飞又是起得非常早 还有齐花田 大家辛苦了 今天欢迎各位战友们又来到我们大实话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叫做活 现在郝董和小叶姐作为体育界的名人 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爆料革命的标杆 尤其是对新中国联邦在国内的影响力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最近又碰到奥运会 抵制奥运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大家会谈到彭帅 那么同样作为体育人 彭帅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大家就会喜欢把彭帅和二位做比较 那么同样是活着 这彭帅现在的敬意刚刚这个片头上面的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在被采访的时候这样子 就是现在的精神状况也好 这个作答的内容也好 其实我明眼人就看得出来就是在作假 那么二位对于现在这样的现象 有没有什么评价的 还有这个国内的体育同仁 你们感觉他们现在都什么状况呢 活得如何 这个刚才菲菲说的应该是两种境遇 像我们是生活在西班牙 像他们刚才彭帅 包括中共的这些 很多的从业人员体育的这些是活着 他们是为能活着 所谓中共很多的这种语言里面都告诉你 好死不如赖活着 告诉你能活着苟且着就可以了 真正的没有生活 在中共的这种所有的统治奴役下 所有的人应该就是能活着 为着能活着 为了有口狗粮 他们去被逼也好 无奈也好 顺从也好 在这种体系里面 体制里面 他们让自己活着 找一点借口 为了生存 为了老人 为了孩子 为了什么 拿来给自己找个借口 把他活着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采访彭帅的这个 他非常言不由衷 而且被逼无奈 因为我也跟彭帅都吃过饭 这挺单纯的这么一个女孩 因为他们运动员 相对就是训练 比赛 被这种倦怨在里面 好就好在 他们也是一样 当然他们没有我们找 我们是94年以后开始这些话 像他们是零几年以后 开始可以单飞 相对还有一点自主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被裹挟着威胁着讲出来这些话 最后就差说 他去诱监了张高丽的书役 色诱了张高丽 就差这样子是吧 他最后都 那这会儿 拉出来的屎 你能再收回去吗 是吧 你自己所有的微博上 你写完 是吧 这肯定我相信 这肯定都是彭帅写的嘛 他当时的这种情况里面 他写了那篇微博 那么发出来耳朵中 虽然是没了 但是他毕竟 留下了所有的这些证据 那出现了事情 没想到 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啊 包括WTA啊 都有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影响 那么就会关注他这个事情 那你人怎么样了 你如果没有在国际上 任何的影响 如果就像我们不在国外 是吧 没有我们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 我们六四宣言以后 没有任何的反应 共产党不管你 弄死你也好 他不去这个在意你 晋升你也好 所有用媒体来抹黑你以后 他把你塑造成一个 什么骗子啊 强奸啊 什么这个无赖啊 打不上比赛 没有成绩啊 境遇不好啊 他把你塑造成一个这样的坏蛋 骗子啊 无能 最后对社会 不公 你去一个形象 这样的形象 对彭帅一样 如果没有最后的这些影响 那把你消失了 不让你说话 最后你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很有可能 但是现在他没有办法 他为了冬奥会 为了社会影响 他们这些 这帮孙子开始又在表演啊 威胁啊 包括绑架家人 包括对他 那肯定是一个整个的轰炸 威胁绑架 而且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 挺痛苦的 其实他跟张高丽 肯定不是一直是这样啊 那么在他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分开的那时候的 他跟他上完床 张高丽姓秦兰 那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从湖南到了天津 因为他是湖南人 同事也是湖南人 那么他最后 他到了天津 起工大队 代表天津最后参加全员会啊 什么的 拿金牌啊 他都是代表天津 那么当时的张高丽 是在天津人士里书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了性关系 有了内派 但是后来走了张高丽 对吧 进京了以后 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在什么交往啊 但是在这几年当中 那彭帅不可能说他一个人是吧 都正当年 他肯定也有男朋友 也有感情经历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张高丽后来又找他 那包括把他可能 有一些感情经历当中啊 有些东西也被张高丽知道 可能张高丽也不愿意 那么最后大家有利益揪割的时候 可能又在一起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肯定很多的事情 大家有这种关系 但是你写出来这篇文章 说张高丽跟你 他无性侵 这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是一个官员 就像老师不能跟学生谈恋爱一样 对吧 因为你本身就在一个 不平等的状态里面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老师大了 跟男的这些学生 如果发生关系 一样女老师在西方一样 被法律惩罚 对吧 一样会被刑事被坐牢 对吧 所以在张高丽和彭帅的这种关系里面 那张高丽肯定扮演了一个 不光彩的角色 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他为了他所谓的国家荣誉 什么国家民族大义 他们跟你讲的这些狗屁玩意儿的话 都是撇掉你 让你自己 你一个人 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受到损失 你不能再去说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些事情 为了影响了 冬奥会怎么办 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怎么办 你怎么就兴起你了 你心里面一点点的都没有愿意吗 是不是大家后来还有交往 最后你不是还给人打电话了吗 对吧 你们家不是也有生意往来 类似这个 你是不是也得意了 对吧 类似这些 他都会给你灌输 最后让你在镜头面前 是吧 再去往回找他们散下的这些 法律发现了这些罪恶 最后给大家扭转一下 你看 不是我党 我国的领导人不好 是这些女孩那么好 他们引诱 色诱我们 穿那些性感的衣服 对吧 不是张高丽他老婆在门口中 拔着门的 他不说这个了 他就说是彭帅 是吧 穿着衣服性感 在勇往出去 是吧 可能色诱了领导 所以最后都是再去 用这个一个谎言 用强势 不公平的这种条件底下 绑架你的家人 威胁你啊 再去 最后让你去 改口 这个都是中共的很多的一贯的做法 这个我问两位啊 他们现在彭帅是在新的采访当中 他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有被性侵的这个事情 这个二位认为他 他写的那篇文章 可能 是不是他写的吗 就是说现在中共要把这篇文章 现在说 不是彭帅发的 我们肯定哪里搞错了 从其他什么地方 或者其他人发的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吗 二位觉得 那如果 那就是说这账号被盗了呗 别人替他发的呗 那他肯定就会 对吧 很多他们不都是 有这种借口吗 那要不然后 就是那个微博公司的人发的 难道彭帅不告他们吗 对啊 菲菲 你想想中央电视台都可以公然造假 是吧 何况这些孙子他最后要讲一个事情的话 把真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指入维码太多了 当年8964那薛飞杜县 在上面就播音的时候 对吧 那杜县都哭 类似是吧 那马上给你录掉 那薛飞已经抓电来都不在 都跑了刷历 对吧 摆地摊了 对啊 那杜县一直就没有出境了 在以后 那从8964那天往后都没了他们了 是吧 这都公然可以 他们为什么会哭 因为他们本身都在北京啊 本身可能还都是北京人家里面都住在那 都看见亲眼可能看见 亲眼可能看见 包括有自己身边的人 是吧 被打死大伤流血 那他们才会在镜头面前 那么的悲愤悲伤悲痛 对吧 那张鸿鸣是头一天跟着赵紫阳是出访 没回来 张鸿鸣当天是 死了人的 他不是六四八九开枪死的 是他跟两个体委的类似散打的人出去吃饭 当时 完了 最后两拨人家有吃饭 正好赶上 有一帮刚从大狱放出来的 吃饭喝点酒 哎 就在吵吵起来 两拨有毛的 啊 两个不愤 张鸿鸣吹什么酒 这两个 张鸿鸣是跟两个散打的类似 自己提委的人 那这俩肯定心里话 你这什么玩意儿 肯定揍他们想 但是呢 没有真正的打 坐在这儿时候 可能 对面的刚从大狱放出来 心里话 你牛逼什么事 上去拿刀 根本 这边没防备 直接捅死了一个 张鸿鸣是差点都没跟赵紫阳出访 只是他进了公安局 我马上要出访 要把风给放了 就没有在调查 没有这个事情 就不了了之了 他就跟赵紫阳去了 朝鲜 北朝鲜 完了 8964 当时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波音啊什么的 你们看了当年的 都是不见虚非的 是吧 那中共可以 让这些 真正有点良知的 波音员 你就不能讲 你也不能带感情色彩 对吧 你就得说成 那是反革命暴乱 暴徒 对吧 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学生 最后都说了反革命暴徒 对吧 打打抢的 都说了地痞流氓了 所谓的黑社会了 所以 这就是中共的恶 包括现在对彭帅一样 对吧 什么就 张高丽性侵你了 你是你写的吗 你最后说 不一定是你写的 最后说 也不是人家性侵嘛 对吧 可能是我 引诱他们色诱 我把张高丽 恨不得给强奸了 说成 你主动勾引的 对吧 他就玩这套这个游戏 最后混淆视听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用这些媒体 用他的一党专政的喉舌 一点点给你洗脑 他宣传工具 他根本不存在公平的报道 对吧 哪有记者 他们整天弄协会 弄那 什么叫记者协会 足球协会狗屁 全都是这个 中宣部管理底下的 党领导底下 是吧 足球协是局总局领导底下的主管中心 全都是这个 是吧 你包括这个 网球中心 都是一样的 那之前是他的教练 李灵卫当 他们的 网球中心的主任 之前是 孙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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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 让这个网球 能有了单飞 是孙晋芳 孙晋芳在之前 那个 张晓宁 但是最后决定的这个是 孙晋芳 让他们单飞 没有孙晋芳 网球这些 单飞不了 李纳的这些 最早 根本没有可能 因为你不可能 让你最后 都是脱离国家 就自己去打比赛 输了赢了 最后奖金5050 后来可能 再怎么分配 我不知道 在一开始 所谓的就是5050 我们当年在 国家队 打回来的奖金 60% 还是50 归 体委归 区域总局 15% 多少是归了训练局 百分之多少归队里面 你打赢了奖金 我们根本没用 他说是国家保养你的 就像老球一样 他们如果不是尊敬方便 什么单飞 他们不可能还带着自己的老公 包括现在可以带自己的男朋友 包括带自己的爱人 什么去打 巡回比赛 不可能 都不让你 都是国家给你配 是吧 所有的教练员 医生什么的 你根本自己自我没有任何的权利 他们的奖金分别 我们的奖金分别当时都一样 包括现在 如果没有职业化 他们都是一样的 不可能让你 得了奖金 你想都拿了 不可能 你可能拿10% 30% 百分之多少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 像彭帅你们看见了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千 不可能是他自己自由的发生的 不可能 我们都是 曾经的运动员 国家队队员 对啊 你 就是记者采访 你说的话 他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 按照女色发出去 他都得 像我们李永波 他们看看哪些话能发 哪些不能发 还有 比如说报社的 他们的主编 看看你哪个话 这个审核不通过 这条不能发 对吧 不是说真的 就像现在 咱们说什么 就直接就大家就听见了 就没回事儿 可能的事儿 所以这些孙子 就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 这个 要全世界 包括所有的中国人 让老百姓知道 你们看见的 都是经过加工的 编辑的 有水分的 有水分的被审查过的 根本不可能你听到真正的像我们现在直播的这种声音 而且所有的直播 他就是已经编辑过的 包括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延后有三五十秒 最早的时候是三十秒 菲菲菲 你所有中央电视台 他们的直播 新闻联播都一样 你别以为是我讲完你这边看见的信号 不可能 最起码延后三五十秒 他才会让这个整个的发出去 让你看见 因为马上有一个字 马上给你 掐掉 不可能让你 发出去 就像你看见彭帅所有的发言 不可能是他像我们这样 来采访记者 哇哇哇哇说出去 整个给你呈现出来 没有一点的可能 我们都是过来的人 在我们所有的采访里面 但凡他让你 播出去的 都是背后的力量 尤其是像在中央电视台 像我当年所谓的所有的这些我的发声 都是背后的力量 这帮孙子想让我这样讲出来的 什么包容我说米如 所有的都是这帮孙子 有他们各方面的利益 所以我讲的话才能放出去 要不他不给你播 中央电视台怎么会讲 你后来都说 现役国家队主教练的事 就给你包出去呢 对吗 这得多大的事 这是对你整个国家体育总局 足球管理运动中心的挑战 他怎么会突然间 让一个好友在 这个这个这个 CCTV5上面公然的质疑主教练 长篇大论几十分钟 对吧怎么可能 是吧这都是共产党这帮孙子干的事 只是我很幸运 在这也没有任何为我一己私利 没有干过一件危害行业的事 没有一件出外底线的事 没有让他们抓出一点把柄 我就是救世论事 对啊对所有的事情我开诚不顾 我讲我自己的看法 包括现在对吧 我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为什么我讲了1234 是吧我当年在微博上 板蛋分离党政分开 是吧官员财产 私有财产这个公布 那这都是我多少年以前 我说过的话 我做过的事情 不是我郝海东今天说 对吧你们干的事 包括对彭帅的这个事情所有的采访 所有媒体的这些 对她的这些呈现出来的 都是你们经过加工的 编辑的就让人家出来的 是吧 彭帅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去色诱 作为诱惑 张高丽没有性侵她 你想一想一个 二十多岁十几岁的 这么这个旅游乐员 她就喜欢一个老头儿吗 怎么都说不同盲 大干的打不着 一年也见不着她 她最多这帮孙子都是 来开个会就走了 对吧 所有领导跟我们开会 不可能说开了大会 大家还这个这个在聊会儿 对吧 还去吃饭 还去跟大家在有私下交往 那所有这些只是她来开会认识了 以后她再通过一些办法 哎 提卢球呢提不了 她会叫他们 比如说哪天哪天 去到哪儿陪我打猫头 这时候队里面会找他们 说哎 哪天哪天啊 我带着你啊 咱们去陪谁打猫头 你去哪儿 而且是得教练领队找他们 你不可能说张高丽找他们 对吧 这也过来了 对吧 因为你也不在 那她去通过教练员 领队把这些人叫去 就像刘永波 有时候会叫他们 对吧 跟去打个羽黄虫是吧 对吧 都利用国家队的场地 陪着这些所谓的领导也好 她的哥们也好 不 严谣也唱歌的 对吧 都干这些加工祭司的事儿 那么彭帅依旧肯定会被这种套路 就像张高丽说的 给她讲点哲学 讲点宇宙无限大 是吧 这帮孙子就是泡姑娘这些 小女孩嘛 对吧 她们又不懂什么 就像 要我们要去认识女孩子 要去这个这个 像这边我们去泡你的时候 对吧 就开始 那些人讲讲 讲讲 迪克思 对吧 你要艺术 讲点毕加索 对吧 就这么点破事儿 这共产党就干这 对吧 张高丽就干这 最后 对吧 跟人 呃 把人彭帅 都是很有可能 啊 至少怀孕啊 类似啊 都很难讲 是吧 那小女孩 最后为什么发了这篇微博 是吧 是这么多回来以来 积累下来 她的积怨 啊 你想想一个女孩子 被这个男人睡觉的时候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她门口 她老婆还在门口 你想一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才能最后成这种情况 最后她能今天发出这种微博 还有多少的肮脏的事情 没有说出来 太多了 对吧 对不对 所以到了今天 你再看见她这个采访 不就是胡说八道吗 不就是人工编辑出来的吗 最后迫于无奈 对吧 去说的这些吗 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 说我非常快乐了 我哪怕面对一份感情的结束 我也能采然面对 对吧 我们离婚也好 我们分开也好 是感情的问题 不可能了 是吧 你看看她所有面对媒体 说出的话 刚才那样 可可巴巴 言不由衷 是吧 菲菲 菲菲 菲 菲